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凰相处的时间越久 蓝湛就发现他越来越难收拾 尤其是回到凤族之后 纯真的笑容当中 透着一股子坏剑儿 整个人愈发潇洒不羁 好怀念人间纯良的魏无羡 若是说那个时候的魏无羡 像软萌可爱的小兔子 如今的小凤凰就是魅惑狡猾的小狐狸 常常被他撩拨的一身火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下手 自己恶媚私服之人 除了宠 除了人 还能怎么办 兄长 没吃过猪肉 怎么会 就算你们天族喜欢吃那些清汤寡水的东西 身为天族大殿下 有的是机会去他族赋宴 怎么会没吃过猪肉 难道 则无君心如止水 六根清净 打算吃斋念佛 顿入空门 白瞎他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了 怎么就这么想不开 他可是天族的大殿下 四海八荒有多少妙龄女子望穿秋水 望眼欲穿的等着做天族的太子妃 可惜了 若是他们知道 那个天地间最完美的单身汉 想要出家修行的话 还不知道要伤透多少女孩家的芳心 魏无羡被自己发现的惊天大秘密给吓到 连子寒在嘴里都忘记了咀嚼 痛心疾首地替全天下的少女恶腕叹息 也难为君横君伯伯 一辈子就生两个儿子 大得清心寡欲 以心向佛 小的又欣欣念念着想要成婚 以满足他多到让人发指的需求 蓝湛还没张开嘴 魏无羡又开始了长篇大论 两片阴色的宝唇开开合合 不但有一刻停歇 蓝湛根本就差不上话 他明明就不是那个意思 兄长更不会顿入空门 小凤凰的脑回路是怎么开的 为什么一句没吃过猪肉 就会联系到出家当和尚 眼见魏无羡越说越离谱 为了自己的耳朵不再接受不必要的荼毒 蓝湛忍无可忍 俯身把自己的嘴唇贴了上去 一律降使会 说不过就不让你说 蓝湛前所未有的强势 在温润的唇瓣上浅尝了一下 就毫不客气的顶开两排 徘徊在状态之外的背斥 然后开始近乎疯狂的攻城掠地 魏无羡后脑勺被扣 嘴巴被堵 舌尖还可怜兮兮的被蓝湛牢牢细住 只能揪着蓝湛尖头的衣服 毫无还手之力的任他予取予求 是谁说 既然不能改变生活 就坦然接受生活 再说 与心爱之人唇指缠绵的滋味 真的很不错 有几粒包好的帘子 从魏无羡手中脱落 吊在地上又顺势弹起 在地面蹦跋了几下之后 见无人搭理 这才无声无息地躲到角落里 魏无羡低估了于夫人的办事效率 当带着眼水的短剑 拐下地石刀的时候 温絮手下那个没有多少骨气的爪牙 就把他的行踪攻了出来 逃出禁地之后 他就一直藏身在温夫人的寝殿里 温若寒盛怒之下 将温夫人的寝宫翻了一个底朝天 只可惜胡族的事情败露之后 温絮就已经畏罪潜逃 你好歹也是魔族的王后 如此黑白不分 不便是非 难道你想拉着整个魔族 给那个逆子陪葬不成 高高举起的巴掌 却终究没有挥下去 母君 他是你的儿子 你的亲生儿子 你忘了 他小时候总喜欢让你抱着他 睡觉都要你 闭嘴 你儿子是亲生的 人家胡族的女儿就不是亲生的 你也是女人 你也知道一个女孩家的明节有多么重要 若是 那个逆子的计划得逞 一个女孩一辈子就全毁了 你知不知道 凤族与胡族本就交好 如今凤族与天族即将联姻 若是他们三家同时出手对付我们魔族 用不了两天 这个魔宫就会被夷为平地 你到底知不知道 看着明顽不灵的温夫人 温若涵第一次火冒三丈 咆哮声几乎要掀翻魔宫的房地 可是 血而踏 温夫人泪水连连 一度哽咽难言 她患事做迹 拖累整个魔族为她陪葬 是为不忠设计残害同胞兄弟 让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 是为不孝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不惜枪害她人性命 是为不仁 事情败露她逃之夭夭 舍弃替她卖命的手下于不顾 是为不义 我温若涵 没有如此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儿子 传令下去 将温婿贬为庶民 母族上下 但凡有人收留 窝藏 知情不抱着 与她同罪 人间一间相对气派的客栈里 温巢趁着夜色 悄悄打开窗户透透风 失去母亲的庇护 她整日里惶惶如丧家之犬 急急如漏网之鱼 在魔界无处安身 只能躲到人间暂时避祸 白天窗外的树枝上 时常有麻雀或者是喜鹊起落 她不敢出门 甚至都不敢开窗 她知道 随便一只不起眼的小鸟 都可能是魏无羡的名装爱上 远处的树枝上 一团黑乎乎的影子 借着树叶的遮挡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直等到温婿关上窗子 她才张开翅膀 悄无声息地飞走 凤族 魏无羡的寝殿中 小丁豆 蓝湛回天族 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魏无羡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 一醒来山地吃着小丁豆包好的坚果仁 吃了几个之后 就索然无味地放回盘子里 蓝湛不在家 果仁的味都不对 我的太子殿下 蓝尔殿下是天族的战神 他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忙 哪里像你 整天调皮捣蛋 上房接瓦 所有的事 都有凤地替你担着 丁豆自小是魏无羡一手带大 平日里关系好得很 属于典型有事真上 有话也直说 小东西 怎么说我呢 去 一边去 架锅烧开水 待会把自己退毛给我炖了 对了 记得放点调料 魏无羡邪你了小丁豆一眼 一把斗过他手里的帘子 小家伙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是不是 殿下 别啊 你把我炖了 蓝尔殿下不在的时候 谁给你包尖过 再说 蓝尔殿下不在凤族 司追和锦衣也不在 谁给你炖啊 总不能我在锅里煮一会儿 一看火不忘了 再爬出来自己给自己添点柴火吧